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最新消息,4月10日,一股凶猛的气旋肆虐美国南部 如同一只张牙舞爪的巨兽横扫而来,给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股恶劣天气系统肆虐了整个墨西哥湾沿岸,带来了大范围的洪水灾害和连串的龙卷风,形成了一场持续的凶猛风暴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NWS的最新报告,这场风暴已逐渐向东移动 导致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部分地区也遭受了风暴和山洪的侵袭 原本宁静祥和的海岸线突然间变成了一片汪洋 就在天色渐暗的时候,密西西比州斯科特县传来了令人心痛的消息 一名64岁的妇女在停电后养气机停止工作而不幸罹难 另有一人在风暴中受伤 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风暴的重灾区无疑集中在路易斯安那州 特别是新奥尔良地区 天色刚刚亮起 大雨就如同失去了控制的洪水一般冲击着这座城市,漫过街道,淹没地下通道 仿佛要将整个城市吞噬殆尽 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包括新奥尔良东部,第七区,市中心,让地利,住宅区和中央商务区 大量汽车在道路上熄火抛锚,人们不得不一步步艰难地行走在奇蹊深的积水之中 国家气象局迅速宣布整个新奥尔良进入山洪紧急状态 呼吁居民尽量留在室内避免外出冒险 随后,NWS还在新奥尔良,肯纳和梅泰里发布了山洪预警 并在下午一点之前向新奥尔良发布了龙卷风警报 与此同时,新奥尔良的雨水处理和供水委员会也陷入了困境 他们表示,一些排水泵站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7英寸 远远超出了系统的承受能力 更糟糕的是,由于一些电力问题 他们不得不对水泵站实施限电 这家深陷困境的机构的发言人格雷斯·波奇表示 即使在全功率状态下 他们的系统也只能在暴风雨的第一个小时内应对1英寸的降雨 之后,每小时只能应对0.5英寸的降雨 可以想象,对于这场历时数小时的大暴雨来说 新奥尔良的排水系统根本无法应对 不出所料,这座城市受灾严重 在中午时分,有些地区的雨量机显示 降水量已经超过了7英寸 导致大量道路和地下通道被洪水淹没,无法通行 Canal Street,Marconi Drive等主要通道全部中断,陷入瘫痪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国家气象局和警方紧急呼吁居民不要外出 更不要驾车行驶 因为许多道路都已被洪水吞没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新奥尔良的居民们惶恐不安 整个城市陷入瘫痪 统计资料显示 在风暴肆虐期间,全州约有16万名客户断电 新奥尔良本地也有780名客户断电 很多学校和大学也被迫停课,改为线上授课 就在新奥尔良为洪水之苦而苦恼时 另一处灾难正在悄然发生 就在新奥尔良东北30英里的斯莱德尔镇 和查理斯湖西南部城市 两处已确认发生的龙卷风肆虐而来 犹如一头无法掌控的猛兽撕裂了房屋 掀翻汽车,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据斯莱德尔警方透露 灾区至少有轻质中度受伤,具体人数不详 而在当地,超过25000名顾客也陷入了断电的困境 缺水,停电,这似乎成为了新奥尔良人民生活中的常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断电的用户越来越多 在晚上达到高峰,全州共有19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而就在次日上午,情况仍未好转 仍有139000户处于断电状态 人们不禁感慨,这就是居住在一座以下水到位基础的城市的悲哀 就在新奥尔良陷入水深火热之时 密西西比州也遭遇了厄运 据当地紧急事务管理局透露 在斯科特县,一名64岁的妇女不幸罹难,另有一人受伤 政府官员还表示,多个县至少有72栋房屋遭到风暴破坏 其中45栋位于杰克逊以东的斯科特县 令人心痛的是,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灾情尚未得到完全掌握 就在南部地区为洪水和龙卷封锁苦恼时 德克萨斯州东南部也在遭受着凶猛的暴雨袭击 在科比维尔,洪水猛烈地冲击着一处穀仓 仿佛要将它整个吞噬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勇敢的农民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汹涌的洪水之中 只见它小心翼翼地走进水中,奋力游向被困在骨仓内的马匹们 水面上下起伏的波涛宛如张牙舞爪的野兽 好像随时都会将这位原英勇的农夫拽入水底 但它丝毫未被眼前的险境所吓到 反而越游越远,直到来到倒在水中的马匹身边 只见那些高大壮硕的马儿们正在艰难地挣扎着 发出阵阵悲逆 他们双眼中流露出恐慌和求助的神情 仿佛在恳请这位陌生人来拯救他们的生命 农夫丝毫没有犹豫 他熟练地系上绳子,一个个将马匹们拽上了岸 眼看着这些曾经自由奔跑的高贵生灵 被迫在洪水中挣扎求生,不禁让人心痛不已 但就在这一刻,农夫挺身而出 不顾危险,义无反顾的冒险救援 令人由衷地为之动容 他的勇气和担当,无疑令这场灾难中 涌现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这位农夫的英勇事迹 无疑成为了这场暴雨袭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 拯救了一群无助的马匹,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在这片汪洋般的洪水中 他的身影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世人前行的方向 他的故事无疑也将成为这场超级风暴中最令人难忘的记忆 专家分析认为,这场风暴的兴起 源于一个强大的低压系统 从德克萨斯州西部快速移动而来 这个低压系统磁碟区,挟着来自墨西哥湾的大量水汽 在与被称为最大速度的急流相遇时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雷暴标线 一路向东横扫而去 国家气象局表示 这个标线的狂暴程度加上急流风接变 很可能导致了密西西比州西南部 以及斯莱德尔和斯坦尼斯航太中心之间地带出现了龙卷风 资料显示 在这场超级风暴中 新奥尔良的部分地区录得了5-8英寸的总降雨量 与该市最近发生的一些严重洪水事件期间的降雨量不相上下 而在其他地区甚至出现了10英寸以上的降雨量 这场暴雨的破坏性可见一般 在斯莱德尔 数百栋房屋遭到严重破坏 超过25000名顾客断电 而在整个路易斯安那州 最高峰时有19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第二天仍有139000户处于断电状态 令人费解的是 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竟然如此脆弱 难以应对如此强烈的暴雨 这场风暴无疑再次暴露了新奥尔良基础设施 在极端天气事件中的脆弱性 多年来 这座城市一直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但排水系统的缺陷仍然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此次风暴中 水泵站和供电系统的故障导致大规模积水和断电 这凸显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弱点 令人担忧的是 这场恶劣天气事件给整个美国南部地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密西西比州有一人不幸罹难 多处建筑物遭到破坏 交通瘫痪 供电中断 这再次向我们发出了警示 极端天气事件正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提升基础设施抵御灾害的韧性 以减轻此类事件带来的危害 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未来 一般来说 洪水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 气候变化对洪水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着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 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热带气旋的强度和频率不断增加 加之降雨量的增加 都为洪水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例如 美国南部地区近年来频繁遭遇超强风暴 如2017年的哈维飓飓和2024年 这次席卷西奥尔良的风暴 都是气候变化趋势下的典型案例 其次 人类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洪水灾害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不透水地表面积快速扩大 降低了地表的蓄水能力 大量建筑物和道路的兴建阻碍了雨水的自然排放 使得城市内涝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 人们对于河流两岸的过度开发和破坏 也破坏了自然的调节机制削弱了河流的防洪能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洪水事件的发生 不能忽视的是地质条件也是造成洪水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些地区由于地势低洼或地貌特点使然 极易受到洪水的侵袭 新奥尔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它坐落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 地势偏低 加上受到河流和湖泊的影响 一遇暴雨就很容易被淹 再加上该市的排水系统设施陈旧 无法有效应对强降雨 因此成为了洪水高发地区 特别重要的是 人口密集是造成洪水灾害严重程度加剧的关键因素 大城市中居民众多 一旦发生洪水 就意味着财产和生命都面临巨大威胁 以新奥尔良位力该市人口密集 基础设施脆弱 一旦遭遇暴雨就会导致严重的损失 事实上每次大规模洪水过后 该市都会陷入瘫痪状态 显示出其抗灾能力的不足 需要关注的是 防洪设施的建设也是影响洪水灾害的关键所在 一些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洪工程 如堤坝排水系统等导致洪水泛滥成灾 损失惨重 相反 那些拥有完善防洪体系的地区 即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有效控制灾情 将损失降到最低 因此 加强防洪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于减轻洪水灾害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预报预警系统的健全程度 也是影响洪水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 完善的监测预报手段 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天气动态 为居民和政府部门提供预警 有助于做好防范准备 相反 预警系统不健全 将会导致人员和财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在新奥尔良这次风暴中 国家气象局及时发布了各类预警 大大减轻了灾情 可见 预报预警在减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此外 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程度 也直接影响到洪水灾害的损失 一个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 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迅速组织救援 疏散受灾群众 提供应急救助等大幅降低人员伤亡 相反 应急管理不善将会使灾情恶化造成更大损失 可以说 应急管理能力是减轻洪水灾害的关键所在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 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护救能力 也是影响洪水灾害程度的重要因素 一个安全意识较强 自救护救能力较强的公众 往往能够在洪水来临时采取有效措施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反之 缺乏防灾意识的公众 一旦遭遇洪水 就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因此 提高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也是减轻洪水灾害的有效途径 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在应对洪水灾害中的作用 一个重视防灾减灾 制定科学应急预案 拥有雄厚财力投入的政府 能够有效遏制洪水灾害的蔓延 相反 重视不足 预案不周 投入不足的政府 则很难在关键时刻 采取有效行动 使得灾情恶化 这也是造成不同地区洪水灾害损失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应该重视的是科技创新在减灾中的作用 先进的监测预警技术 高效的排涝设备 智慧化的应急系统等 能大幅提升防洪减灾的能力 以新奥尔良威力 若其拥有更完善的排水系统 更智慧化的应急指挥 或许就能够更好地应对这次暴雨 可见 科技创新是减轻洪水灾害的关键所在 当洪水来临时 如何有效避险和逃生 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问题 首先 提高自身的防灾意识和应对能力至关重要 一旦接到洪水预警 居民们必须立即做好疏散准备 不可掉以轻心 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远离低洼易淹水区域 是避免遭受洪水袭击的首要措施 居民还要主动关注当地政府和应急部门的指引和命令 积极配合疏散工作 切记擅自行动 以免陷入险境 其次 掌握正确的自救护救技能也是关键所在 一旦被困在洪水中 居民要保持冷静 切记轻举妄动 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轻易进入汹涌的洪水中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如果有逃生工具 如救生衣 绳索等 要及时利用 如果家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人员 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互相照应 同时还要积极呼救 寻求周围人的协助 只有掌握正确的自救护救方法 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洪水灾害带来的损失 与此同时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也是有效应对洪水的重要措施 一方面 居民要及时关注当地政府和气象部门发布的洪水预警资讯 掌握洪水动态 另一方面 也要学会运用手机APP 社交媒体等管道 及时获取救援资讯寻求说明 此外 还可以利用一些置毁家居设备 提前采取防护措施减少财产损失 可以说 科技手段为洪水应对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此外 合理布置居住空间也能帮助居民逃生避险 一些地势较高的二楼或阁楼 就成了较为安全的避难所 而且 在装修房屋时 应尽量将电源插座等重要设施 设置在离地面较高的位置 以免被洪水浸泡 同时 要在房屋周围流出足够的疏散通道 确保逃生顺畅 可以说 合理的居住空间布置 是应对洪水的有力保证 值得一提的是 提前储备必要的生活物资也很有必要 在洪水来临前 居民要预备好食品 饮用水 医药用品 手电筒 收音机等必需品 已被不时之需 同时 还要准备好一些简单的应急工具 如绳索 手套 救生衣等 已被紧急情况下使用 此外 还要确保手机 电池等电子设备 电量充足 以便保持与外界通讯 只有提前做好充足的物资准备 居民们才能在洪水来临时从容应对 不能忽视的是 平时培养良好的逃生意识和演练 也是提高应对洪水能力的重要方式 居民要定期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防灾演练 熟悉疏散路线和避难所位置 同时 也要主动和家人、邻居讨论应急预案 确保大家都清楚应该采取的行动 只有通过持续的培训和实践 居民们的逃生技能和应变能力才能不断提升 从而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和及时行动 特别重要的是 在遭遇洪水时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一些人由于恐慌而做出一些冲动和危险的行为 无疑会加剧灾情 相反 保持冷静 遵循政府和应急部门的指引 积极配合救援工作才是正确的做法 同时 要主动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 如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 确保他们的安全 只有上下同心 团结一致 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洪水的袭击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需要关注的是 适度参与救援工作也有助于提高应对能力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居民可以积极配合政府和应急部门的救援行动 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不仅能增进社区凝聚力 也能让居民们亲身感受救援的艰辛 增强他们的防灾意识和互帮互助精神 可以说 主动参与救援是培养应对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更应该重视的是 政府部门在洪水应对中的关键作用 一个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 能够在灾害来临时迅速组织救援 疏散群众提供生活救助等 与此同时 政府还要加强防洪设施的建设 完善预报预警系统 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筑起坚实的防线 更为关键的是 政府要切实重视公众的防灾意识培养 通过各种管道加强宣传教育 使居民掌握必要的避险自救技能 只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行动 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洪水的侵袭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